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好 我們這一集繼續 展現我們的蝦影格 我們現在是二月中旬 好 我們先把這個 風雪速冬年的劍法先練 再訓練一下 在下一次修練之前練到 第七重 好 從今日清晨 中諾西邊一人站在門樓底下 這次已過兩個時辰 是一姐姐啊 走啊 你來得正好 要不要和我一起等我的兩位小夥伴呢 他們可是一對盲通通 極其可愛的小傢伙 只是令人期待 看來一姐姐也喜歡小動物囉 那你一定會喜歡他們的 一月初準備離家的時候 我擔心小影格禁止弟子訓養寵物 只要忍痛把他們留在四川老家 不過後來詢問柳師傅 他說閣中沒有這類的規矩呢 於是我和老家聯繫了幾回 悄悄一位堂哥進來來江西辦事 可以順帶 順帶替我帶上兩位小夥伴 今天便是堂哥與我約好的 要送他們來閣中的日子 終於要再見面了 好開心啊 咦 這個聲音是 咦 乖乖 你怎麼這個來了 彈哥和熊熊呢 什麼 熊熊和大中熊打了起來 這可糟了 熊熊和大中熊 哥哥熊熊真是我的夥伴 不知在圖中出了什麼狀況 現在熊熊竟跟一隻大中熊打了起來 這可不好 熊熊耐富脾氣 一旦發作起來可不會輕輕罷休的 別擔心 大中熊會沒事的 呵呵呵 希望如此 熊熊打架時 早上下手過重 老家的雞鴨貓狗 哥哥怕他不說 山裡裡的野狼巨蟻 也不是他的對手 上回還打上我師兄 害他躺在床上靜養三個月 一姐姐 此刻事態緊急 愛情陪我們跑一趟 諸子熊熊和大中熊傷害彼此 乖乖 快帶我們去熊熊那吧 我想看一下如果選 他們都沒事會怎麼樣 好我重新看一次 好 我們選他們都沒事的 欸真的 這樣才會提升好感 好 同伴的友好度很重要 會觸發一些劇情 熊熊 找到你了 我好想你啊 哎呀 熊熊氣我離他們而去 這樣那種變扭 不肯聽話呢 熊熊別生氣 我實在是不得已的啊 我一定得提升武衣之法 不然我們終結了 哎熊熊不行 大中熊是無辜的 糟了 連大中熊都生氣了 看來不打一場不行了 熊熊 竟然要打 我可要全力禮復咯 他們正在氣頭上 恐怕不好應付 一姐姐 還請我們幫我們一把 敲落野熊的氣血至兩層 好 九劫狼 吃飯喜歡先吃酸的 這是鹹的 呵呵 乖乖拍打 乖乖不就飯 乖乖擔心你 呵呵呵 呵呵 欸欸欸 麻農農農豆豆球 好 一頭憤怒的野熊 熊熊不開心 還可以啊 打得蠻痛的 那什麼屬性啊 圖 還好不強 欸 欸 他怎麼打我 他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 不要互相殘殺啊 不要互相殘殺啊 哎呀 死掉了 三層 二層 兩層喔 這還有個打咧 啊 他會回血 我還蠻痛的 可不能在他補血了 蛤 為什麼他會一直補血 好像不能讓 中諾西死掉 先退開休息吧 哦 有啊 他攻擊他了 太棒了 那我要站遠一點打 那要不能自己打自己 你等他回血 你看他自動回血 要贏要贏了 等一下 保掉 保掉 保掉了 成功了 兩個好可愛喔 太好了 成功搞跑大中熊 而且熊熊也平安無事 星熊就先炎讓我了 看他精心打了一架 脾氣也發洩完了 一起寫 多謝你 那是只靠我跟乖乖 可絕對沒辦法先趕跑大中熊 我來正式聽你介紹一下 飛蛇這位是乖乖 灰白相見的是熊熊 他們倆可是我總是想 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呢 是 世上竟然有灰白九級行 是吧 我就知道一集會喜歡他們的 乖乖熊熊 咦 洛西小妹也在 終於找到了 看來兩隻都還四隻健全 堂哥 瞧你這幫男輩 乖乖熊熊 是不是又給你添麻煩了 唉 洛西小妹抱歉 在來死路上 我不過一個分神 他們倆就異優點跑掉 瞧他們雙腿肥肥短短 想不到這麼會跑 我拼命追趕 結果竟然還是靠你解圍 真是丟人 坦哥別這麼說 你替我說他們來 我感覺都來不及了 真是多謝你了 好說 我記小妹不會艱辛 只剩投入小影格 學藝 別人怎麼說我不管 我可是以你為龍啊 別 別話別說那麼早 我還得通過春教 才算是震動白露小影格呢 那就好好加油吧 我們等著你一城歸巷 下一回真會之事 就靠你了 謝謝堂哥 我會好好努力的 一姐姐 今天也勾現你的幫忙 乖乖熊熊 這邊是一姐姐 往後要遭些相處的 閣中同門 可要跟他 和他當好朋友啊 啊 生氣了 熊熊的回應聽起來 似乎不太甘願 呵呵呵 今後可以怒中西 中諾西進行加油 加深情義了 水啦 好 我們先 一樣繼續練武功 我們等一下下 呃晚上的話去 很多蚊子 晚上去 休息那個 情義 呃 呃 先下旬夜間效果加成 那我們也先學一個 呃 休養雙男 驚翼 哇驚翼也太陸了吧 好那先學驚翼好了 膽識好像也很低齁 好先學這樣 好 你說 你在預習 單要課的講習 我記得單要課是在三學後啊 你現在在預習 還真正認真呢 而且 我前幾天 聽見道行師傅 蕭思傑的討論念丹 講的什麼 四七五位 七情配武的 這名稱記一下記著 但他們各是代表什麼 著死理解不來 啊成兄 你至少 就在養蟹煉骨 煉蛋之術 神病難不倒你吧 哦成兄 你是想找藥材了 但我碰到這些東西就頭疼 就不允許去啊 呃什麼 成兄你有我說話嗎 呃 我靠 要我選哪一個 呵呵 啊一過兩 成兄的意思是 要不要一起去後山採藥採呢 這樣正好 兩個人一起採 總比一個人採 要強得多啦 但比起採藥 我更想練劍 今早的喬天師兄姐 在比劍練武 走死一陣手癢 是我失陪啦 看來後山這裡沒什麼藥材 看來是要跟他走的意思 長得這麼大一對 鉗子跟毒癡 竟然會怕死灰 真是蠢物 喂別吵太多啦 這種牽蠍可是上好的藥材 啊他要逃 快露死他 好像他的鉗子啦 看來他敢不敢囂張 說把鞋子捉起來練藥 但用的是殘忍的手法 近乎細弄 哇這是蒲公衣嗎 好 停手 有沒有想怎樣 無恥 竟然有想把鞋子出頭 真是怪的 咦 你不是拿那個 是 是 穴 穴什麼 穴全在的盜墓賊 就你這彎的小賊 你想當陣營之士 衛免他喬得起自己了吧 還有旁邊那個 不就是不會武功那個鄉下丫頭嗎 我們可是來自北燕 北燕衛的弟子 家人都在統領千軍束手北燕大人物 你們這種草包 沒資格用平起平坐 更沒資格教我們做事 來啊打架啊 來啊我最喜歡打架了 我看他是木屬性 水屬性 欸等等這是木嗎 好我轉這個 金屬性 好動 欸 先戳這裡 我31滴 哇好強喔 成庸這麼強 哇他拿刀的喔 蠻痛的 哇這個位置不太好 應該是我屬性被嗑到了 OK OK 送死吧 你呢 可惡 進數個這兩個草包 再找幾個北燕衛的來 就不能丟我北燕衛的 喂喂 喂喂你做啥 這樣說的盪墓 你不去自爆之 呵呵哈哈 呵呵哈哈 你 盪墓呢 你設了什麼 什麼妖法 燒羊骨 你竟然對 對我屍骨 呵呵呵呵 可可惡 你給我 呵呵呵 走著想 從北燕衛 可不是好惹的 已經神經病 有一具 蝎子的屍體 三頭都是石灰 千與蝎尾斷在一旁 成用在地上挖個小洞 把蝎子埋進去 走吧 一股鳥 好 OK 成用是個好男人 認證 好我們一樣來先 先學武功吧 然後 然後 下去澆油 澆個油 會在隔鐘 精神駕駛 耗費半日 也過了兩個月 這段時間 玩家俠盈格 跟我們基礎武學套路 盡速傳授各位 而本群所要教授的 便是基礎實戰 喔齁齁 總要進行實戰了嗎 前幾群學的 就什麼都麻布揮刀了劍的 現在總算可以在修業中 實際對戰啦 但是待會要進行的 並非一對一單挑對決 而是三人為主的團隊作戰 比起個人武力的造異 本格更為重視的是 各位在武漏中 互相配合的人力 如何與夥伴搭配 結場補短 取得勝利 是本格對各位弟子的基本要求 團隊作戰 或我以前所學的完全不一樣 你們所要面對的對手 乃是牧師傅特別調整過 強化型的激光人 這家激光人 大幅強化了武道性能 必須結合素人之力 才有可能加起擊敗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我與您師傅會在一旁互陣 無需有後顧之憂 就盡我們所能 將他們擊倒吧 咦 林師傅 在路閣四十 好像聽柳師傅提起過這位師傅 但台上只有柳師傅啊 林師傅人呢 都說是實戰了 還打什麼激光人 許久沒人 和人切出較勁 我手都癢了 唉唷 痛 誰讓師傅丟我 誰讓師傅丟我 這位弟子 咦 這 這位師傅 你叫我 小心 別嚇著你身後那位女孩 什 什麼 有啊 方采 問題 明明明明 有 October 早 知道嗎 致電 就是傳授暗器功夫的林師傅了 但 但是 林師傅是在和誰說話 林師傅實際上會這樣 不用擔心 沒事的 唉 可惜我不用暗器 中國倆也許可以試試 我還是不必了 另外 本次休業後 將要進行村教分組 所以奉勸各位 把握這次實戰的機會 這是彼此的能力與默契 作為村教組隊的考量 天靈 有你先來 找些兩名地址運一組 到練武場中央吧 貝德師傅點名了 得趕緊找好組員 找誰組一組好呢 呃... 只能選一位 因為陳勇還差一點點好感度 所以我們先選陳勇好了 可以 還要找一名成員 要找誰呢 喔 兩名對不對 那就斷紅鵝啦 好不好 斷紅鵝 好 一姑娘 那我們一起完成這場試驗吧 很好 小子們 做好武鬥準備 我猜第一年應該都是在小影格 然後第二年才出下山吧 我覺得啦 你們對手僅有一人 妥善應用走位技巧 人使對手出現破綻 一人從對手正前方進攻右底 另一人則從正背面發動攻勢 如此將來造成最大的傷勢 當然 你要留意自己的背面 別被對手突襲了 OK 好 他有什麼屬性啊 喔 沒有屬性 那就不用換了 還好嘛 不且 唉唷 仿擊 還可以啦 35D 飛來不見人 哇 怎麼跟按鍵很像啊 喔 好痛 武者各有不同天賦的特長 弓體便是奇異 口訣金客 OK 這個可以 OK OK 哇 是木 OK 我是金 一個是5嗎 先打死這隻再說 爆擊 嗯 沒有很痛欸 先打這隻好了 嗯 好像站錯位置了 嗯 好像站錯位置了 最後一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一下喔 我覺得 啊 我按錯了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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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我看到了 脫火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是個 那你 那我看到了 有些人 忘記了 我現在走不了喔 可以走 OK 漂亮 哇 射箭 喔 射 射砲喔 補充獲得水力浪費 OK 這死掉也沒關係啦 我覺得 無所謂 赤玉 好 亂箭 周身 好 那我們可以離遠一點 它是火嘛 所以我們用換水 火課金嗎 這個位置不太好 算了 火課金 不要 這樣遠一點 呵呵呵 简单 法门 并在五朵中 盡力与伙伴相互配合 取得胜利 接下來 下一組 開始對練吧 小子們 別退說 哼 哦 這也是 性級 好厲害的長法 那他長法 莫非 你是新怒格的弟子嗎 武功根基不錯 趕取其他同本組成隊伍吧 後方 將方才的授業再重新指導一次 這位師傅 不必了 這些人 你一架機關頭都打不贏 與他們為伍 只是要浪費時間 這小子 說到竟如此不客氣 他罵起人奶 看起來更帥了 這位朋友 你這番話 倒是不把在場 中同門放在眼裡了 敢問是哪門哪派的高土 人在目中無忍 不妨說出來 好讓我開了眼界 好 悲歡樓 石骨 悲歡樓 莫非你是 竟然是悲歡樓來的 哼 真是浪費一張俊俏的臉孔 究竟是哪位師傅給他想你令的 他是悲歡樓的人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驚訝 悲歡樓 我選哪一個啦 吼吼吼 來自武林四大 四大 四家之一的石家所創 是個不問是非對錯 皆當殺人的刺客組織 江湖上何而有名的正派人士 不知有多少人 隱密在這群刺客之首 悲歡樓 中家也是因為他們猜 沒想到竟然會在那邊遇到悲歡樓中人 而且還是同門 不過悲歡樓中大多隱藏身份 變了耳目 這個同門直接表明他來自悲歡樓 究竟是 信實了 我父親悲歡樓而死 你就長命來吧 咦 你們悲歡樓的 其實他殺人上盡天良 我早就想教訓你們 這 這樣一多七少 真的好嗎 哼 早就出自悲歡樓 怎麼是好東西 這還便宜他了 中姑娘 你的父親悲歡樓洗脊了斷了腿 這次鬧得沸沸癢癢 你竟然想幫這小孩說話 這 我 哼 不如想報仇 就閃遠點 就想報仇的 一起上吧 別浪費我的時間 好小子 教訓他 挺手 你們在這裡沒師長了嗎 柳 柳師傅 絕不能讓悲歡樓 敗入俠癮閣 他們都先浪殺無垢的無恥之徒 俠癮閣創格理念 乃破除門戶之劍 在閣中 不允許抱持偏見之的 可 可是有師傅 挺尊柳師傅教誨 哼 死坤 你也留下 竟然想敗入閣中 那麼這裡可不就是你想來就來 想要走就走的之地 是 師傅 各位也務虛明白 唯有心心合作 才能完全發揮團隊的實力 為我們想繼續求效於本格 如何放下出身 不以偏見待人 便是各位必須面對的課題 接下來 進行春教分隊 三人一組 這將是4月初 進行春教事業的正式隊伍編職 請各位務必勝選隊友 我又選了是不是 嗯 嗯 我找誰呢 從北荒樓 惡心 我可以找他嗎 他應該不想跟人家一組吧 哈哈哈 再問一次 我會不會拒絕啦 哦 兇 兇屁喔 我不要 哈哈哈 我被拒絕了 我被拒絕了 我是女生耶 你怎麼拒絕我 我這麼正 嗯 嗯...我跟成功他們好了 我先存個檔 走後一點 好啊!一姑娘一起 肯定會很有趣 請多指教 還是我要選女生 培養默契 迎接春教的考驗 喔!還要培養默契就對了 好 這傢伙當然是瞧不起人 走!咱們跟上去 人家做什麼壞事 這三個人齁 你看吧 你看吧 來了來了 你們幾個 不必在隱藏氣息了 就憑你們這種隱藏功夫 還想按算別人 現實的 別會錯意的 按算這種卑鄙手段 可是你培養默契打手好性 咱們可不敢高盤 結果還是要打哈 但是...你真有那種本事嗎 只有弱者才會這樣大聲叫囂 現實的 我倒要看你的囂張到何時 喔 剩下丫頭 你也以被夯弄有仇嗎 我是來觀戰的 你們一多其少也非好漢 你別插手 滾開 不是樣地小子 我看你頭打 中得上 打就打 好 刺客組是編號頭的少主喔 這我要求的極高 破心掌 三者哭首領之子 他是土 那我先換木 所以他是土嗎 那我先換 木 喔 土腳...啊好痛 土腳不能死 我是不是要跟他旁邊比較好 他剛...你打我超痛的 4 好強喔 一招耶 他會離...離遠一點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厲害吧 這叫善用地形啊 akan 這長髮怎麼回事 竟然傷及丈夫 果然只是一群弱者 可 可惡 你們幾個 都停手了 林 林師傅 現在你們出飯 我不會將你們的行為上報與閣主 人地挑起一陣 便離開吧 是林師傅 你的武功貪弱 竟還想助陣 我看不到他們的作為 先變得夠強再說吧 哈哈哈哈 好感度提升 讚讚讚 天靈 要小心死坤 別與他走得太近 嗯 石坤他 是背荒樓的少主 也是背荒樓樓主實施命之子 在弄清楚他來此目的之前 僅剩一對為好 哦 OK 好啦 別擔心嘛 好啦 我想學那個 設施 然後 學這個 心法 靈巧意志 直接打40 OK 好 三月上學 好 再學一個 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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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先學這個呢 因為 因為 學 學 心法之後 升界又可以 又可以 加強我的那個 基礎的 的 那個 能力 所以 我 那 我還不如這樣子 不要弄基礎鍛鍊 直接學心法應該 會比較好 靈巧 然後又直接就 升10等啦 直接學 學滿 學 學好 好 好 怪了 今天不是要教掌門練藥智商嗎 都過了半個時辰 師父怎麼還沒出現 不會是排錯了課 要掌門繼續 練武場練劍吧 藍大哥 你又想練劍了 走場將我可不只靠武功招式 事前準備也很重要的 唉 我連藥材都名稱都記不 記不住 先生竟然還可以學什麼配藥 鬧了我吧 好 一姑娘 那我這條命就放心交給你了 拜託你 認真點聽啊 真是有男大哥 你怎麼可以把一姐姐當擋劍牌 自己不認真聽課呢 唉 不過是玩笑嘛 學練單速 說不定哪天就能救出一條新命 我還是會認真聽課的 不過 那位道遠師父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呢 唉 道遠師父 可能師父看來還是 終點到了 師父快進去吧 師弟們都在等著呢 唉 好好好 讓你們別吹 算了我進去便是 哦 師父走上來了 唉 怎麼千斤師姐來了 都可能半日前 偏偏碰碰上你這鬼靈進來擺草爐 果真是水火祭祭 初級中亂 師父 該是山豐谷 正脾氣雖時有未完 唉 去去去 趕緊回路練你的要趣 那圖我都先告退啦 師父可要用心授業哦 結果還剩著許多人啊 結果還剩著許多人啊 沒有剩三人 我不再拖六下山去的嗎 唉 好不好 那在開始之前 三人我先問問 你們有誰曾經學過一 念過藥的 半個也沒有啊 還是給從頭講起的 聽好了 所謂練藥可不是冬天稀臭 混在一塊大鍋煮就能練成的 藥材有所謂的四七五味之性質 彼此相配 又須講求均 成 左 石 和七型配武之原者 四七便是寒熱溫涼 四種分屬因和養的藥性 五味則是酸甜 酸甘咸苦心 五種便是不同藥效的味道 而那君臣佐石 就是在配置方技時 決定每一位藥材 在方技中所扮演角色者的原則 師傅 女子的藥材是 唉 果然有聽沒有懂嗎 撐了我打個比方吧 方技呢 就如同 擺出正式的行武 誰做出智商主力 誰該從防輔佐這個主力 治他的眼 花梅至早的地方 誰該鎮住 只懂得橫衝直撞的主力 誰又當這個隊伍裡的調血人 免得大火眼不合搞內訌 喔喔喔喔 原來藥材還會搞內訌啊 哼 當然會 但是變成藥材七型了 誰見到誰 誰會互相依賴 誰見到誰 誰會大打出手 誰見到誰 又會被治得夫夫貼貼的 啊 我知道啦 就像剛才 道行似乎遇到千尼師姐一般 喔喔喔喔喔喔 這麼講我就懂了 就和實戰中與夥伴相互配的意思一樣嘛 咳咳 總而言之 言論總之 練要這麼學穩啊 你們初學炸練 怕也是吸收不了多少 但為了確保你們基本的練當知識 不至於練當時燒了我白草爐 讓我來隨機抽卡 就你了 五位是哪五位 寒樂溫養兵 喜怒憂斯北 嗯 不錯 好好記住 到時可以把他單藥練成毒藥了 一姑娘很認真啊 看來我可以放心把命交給你啦 算了我今天只要他們簡單的 三個練當方者 給你們自那金創疊打 是綽綽有餘了 都抄起來了吧 該先接候一下什麼水亮火候 都已經給你們講清楚了 你們進化一定要這次 我到白草爐練 沒想念要的呢 最好就別來老生了我的親戚 重要的是再說一遍啊 沒事就別來 別打著練掉的銀 烏嘎下口 最後殺我的白草爐 為了三種單方 但還不慎理解如何使用 只好去白草爐找到很問得清楚了 好 我們現在可以做傳輸了 四月初跟四月底 那我們先做四月初這兩個 確定 三三彩藥世界 唉 總算有人來幫忙了嗎 我等都快睡著了 嗯 怎麼原來是你啊 我以前叫一 啊 算了算了 我可沒在顯功夫記那麼多名字 一什麼的 既然你熱心想幫忙那就聽好 雖然我需要幾位藥材 一是白濁 二是福利 最後一位叫荊棘草的珍稀藥草 在禁教爐山野靈都有 只是這荊棘草 三人我也不需要你找來 但要是你真的找到 我會額外給你報仇 好 這麼重大責任就交給你了 三人我先去打個盾 呃 不不不 先檢查一下病 他是否舒適 誒 剩王格 白左 好 找到一個藥材會有敵人是不是 兩隻 很強嗎 還好嘛 我覺得 先走 先走裡面好了 裡面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荊棘草 我猜的 我贏兩個 每一個有 每一個的東西就對了 還沒啊 我還差兩個 還差一個 恩 是 是沒有到很痛的啊 暴擊了 天啊 好痛 好痛 先跑再出喔 被包圍了 糟糕 好痛喔 也就是這一格可以 這兩格可以拿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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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靈 我要死了 好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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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什麼的 你這麼早就回來 三人我都還沒睡飽 不 三人我都還沒睡飽 不 三人還沒整好病炭了 來 讓我教教你帶來什麼 沒想到你竟然帶有荊棘草 恩 不錯 不錯 這樣三人我也不用再出門跑出一趟 不不不 是馬上有藥茶可用 省我們不少功夫 不過如何 你對本格還是有所貢獻 先報仇 就讓你拿去吧 還是死掉沒關係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來 那個小眼影雷台賽 這位除毛 所以我們先進行 喔 這不是異師妹嗎 你也對雷台賽感興趣嗎 竟然雷台賽生之後有名耳 師妹 你果然也想參加吧 別害少 師兄我都明白 福禄格 師弟妹 都比較客氣 需要師兄姐來推一把 一天你斷貨 中多息 好 這樣就完成 報名手續了 雷台賽的獎賞很豐富 一定要以優勝為目標 好好努力啊 另外不同之類的同門將分開比試 相信師妹 你們便是參加 新生雷台賽 與武力相近的同門切磋比武 也促進情誼 正是狭隱雷台賽的創辦中止 好啦 該說的話都說完了 師妹跟我來吧 雷台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師弟妹 師弟師妹 各位好 我是你們每個人的好朋友 武測 武師兄 新生狭隱雷台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雖然沒有下場參賽 但在台邊觀戰飲酒也很不錯 你說是吧 神兄 什麼時候能看見一姑娘進場呢 好期待啊 唉 好久 現在請第一組參賽隊伍 一天零斷後爾 鍾若曦 進場 進場 喔 成修影橋 是一姑娘他們 他們進場啦 沒想到來觀戰的有這麼多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一姐姐好 我們一起加油吧 喔 一樣是有特異攻的冠女娃爾 大家可別大力啦 喔 嚇我一跳 好緊張啊 性子集造成栗子 木屬性 第一個比較強 所以我們 我選克他的屬性 他是木嘛 木 木 金 先退後一個 來吧 來吧 這樣正面 好 這樣子 欸 他休息是不是 那我再打你了 80D 喔 這什麼意思 喔 還好還好 乖乖 信息相惜 他是補血還是什麼的嗎 可再次移動 太棒了啊 哇 再次移動 可是不能 不能再放一次招式 啊 蛤 蛤 我死了 沒關係 還有兩個人 好像這種勝利是不會有經驗值的啊 所以 還好 死掉沒關係 噢 它是召喚了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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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噢噢噢噢噢好噢噢噢 只能叫我乖乖是不是 可是攻擊力不強齁 贏了 第六合結束 勝者為一天凝主 死掉就死掉了是不是 我知道了那我想重打 這樣可能打不太贏 好我們重新打一場 第二回合 好痛喔 太痛了吧 火 水 金 太痛了吧 我的天啊 超痛 好痛 欸超痛耶 水 水 哇香蕾才打這樣子而已喔 101滴 希望可以幫他打死 啊沒打死 啊糟糕 喔還好 增切50 喔還好還好 打死打死了 嗯 好這樣 哇這樣也出的到我 哇 啊不怎麼痛了 好快打贏了 好應該還有一回合吧 怎麼可能他那北燕衛槍法竟然丟過他們 可恨太大阿姨了 這是可見的對手小英子剛拜下風 在檢查上對我歸位並稍事休息 馬上就要決戰了 決戰 現在就請第三組隊伍上場 好像也不強嘛 江紅波 嘿優勝是我向天雷的 誰不選強 OK 我們拉拉 嚇一嚇喔 我的位子 咦 啊 為什麼不能動 為什麼卡住 可以了 為什麼這樣不能動 奇怪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65 還是水 那我們換土 水 我現在是土對不對 OK好 有 有 有 神是我的啦 喔 補血嗎 好 可再次移動 不用就這樣 被掩護了 被掩護了 閃得好 好 喔 直接打死 這裡 這裡 戰鬥流 流暢度真的不太好 比較慢啊 我覺得有些視角不太好 我覺得有些視角不太好 好 贏了 喔 成兄 一棍他們贏了 我早知道他們會贏了 我早知道他們會贏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 請別少拿了喔 我要打10個 無則不一 好 欸 寶 唉 好累喔 打這個還挺累的 金色好像快不記得喔 呃 裝備 欸 踏風險 打風險 命中加1 命中加1 命中加1好像還好齁 最大死也沒什麼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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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集 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 希望我們比較記得 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讚我IG跟FB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掰掰